金融武俠天地 武林自尊, 武刀屠龍, 雄靈天下, 莫敢不從, 以天不出, 誰與爭鋒 以天屠龍記 李安球監製, 吳偉榮編導, 金融原著, 林浦改編, 韋約翰錄音 並且由葉世豪, 陳炳球, 溫泉, 莫家驅, 鍾偉明, 蔡雅閣, 梁繼章, 朱曼子, 簡偉安等聯合播演 以天屠龍記第57回, 現在開始播出 作詞剛剛推演 Ber遲廟, casi hábor 是的, 赫公公 難得河公公老人家和虎大師 就那麼痛苦 我們一如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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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大師 一味掛著吃狗肉 喝 哎呀 我的醋 我的醋有點不妥 哎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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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虎大師 你捉著我幹什麼 虎大師 哎呀 他寫什麼 什麼 十 遠 金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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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沒有了 周身都沒有力 啊 中了十兩 遠 金山 哎呀 哎呀 鶴公公 我們兄弟一樣 都不敢冒犯你老人家 請你老人家 高抬高手 什麼 你們說我 說我下毒 哎呀 哎呀 啊 真是中了 新香远根山毒 啊 沒理由 啊 那些藥明明是由我 哎呀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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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好兄弟, 怎會害你呢? 我都中了毒, 現在全身無力 誰在這裡暗中搞鬼呢? 沒錯, 被解藥我們 我們先吃了解藥, 再去找搞鬼的孫章 解藥在我師兄身邊, 虎大師, 我和你一起去找 快點, 拿解藥來救我們 那去吧 陸師兄在嗎? 什麼事? 陸師兄, 開門, 有重要事 什麼事這麼重要? 我正在練功, 你不要來騷擾我 不要 師兄, 師兄, 他不是王爺愛姬 你和虎大師為了他來的? 快點給解藥我 什麼? 我和虎大師, 不知道為什麼會中了十香遠根山的毒 你說什麼? 是真的, 我們中了十香遠根山的毒 現在全身無力, 你被解藥我們了 那就奇怪了, 十香遠根山是由你掌管的 我就是莫名其妙 我們四個人正好地地喝酒食慾 突然之間, 一切都中了毒 陸師兄, 快點給解藥我們 我還以為你們來抓我 好了, 虎大師, 你去學不用那間火樹坐一會 我馬上拿解藥過來 去吧 我… 我… 大師兄, 得罪了 我… 我… 我原來假扮中毒 陸先生, 你要命的, 就不會連王爺的外機都敢偷 原來虎大師並不是真是啞的 十幾年來, 這樣來騙我們, 到底想怎樣 因為王爺知道你深謀不軌 所以命令我霸成啞巴來監視你 是王爺叫你來抓我? 是 嗯 量你虎大師武功雖然好 都未必可以叫我陸象客束手奏琴的 呵呵呵… 沒錯 我虎頭陀的武功, 就算比你不上, 也不差得好多 不過, 你想打敗我, 恐怕也不是一二百招可以做得到 啊… 何況, 你想帶著韓姬走, 又要救你師弟 陸象客, 恐怕沒有這樣的本事吧 啊… 兄… 陸先生, 這件事王爺如今還未知道 啊… 我虎頭陀, 我虎頭陀, 或許可以幫你隱瞞 怎樣隱瞞 啊… 這件事, 你自己不會宣揚的啊 當然啊… 我虎頭陀, 以後仍然不會說話 啊… 至於王爺的愛機 唉… 這件事, 認真難辦 我有兩個辦法 啊… 第一個辦法是乾手正腳, 一刀殺了他 啊… 殺了他? 嗯… 那… 王爺知道怎麼教導他? 你聽我說完先 剛才和我喝酒的, 還有老三和老四兩個 嗯… 也要殺了他們 啊… 說他們其中一個, 和韓記師通, 想私奔出酒 啊… 被我虎頭陀, 見到就殺了他 啊… 至於其他那個, 就是被他們殺的 哦…這樣啊… 嗯… 那另外那個辦法又怎樣呢? 那另外那個辦法就是 你帶走韓經 啊… 好好地藏起來 以後會不會洩漏機密 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唉…虎大師 多謝你為我撤身處地上得這麼周到 那… 那…你願我和你做些什麼? 啊… 不怕說啊 哈哈…實不相悔 啊…我未派掌門滅絕師太, 和我交情很深厚 啊… 啊… 那個姓周的姑娘, 也都是我和老尼姑的師生女 啊… 啊… 我和老頭陀, 和滅絕老尼一家, 死於非命, 永世不得超生 哼… 你就是為了救他們, 特地把王爺的外記偷來我房裡嗎? 哼哼… 當然… 這麼大件事, 怎麼可以兇手來求你啊? 嗯… 一定要報答你的 好了, 虎大師 我就和你做朋友 我不出賣你 不過, 你以後都不要觸弄我 哈哈… 哈哈… 以後如果有韓姬的這麼漂亮的女子 哈哈… 你又觸弄一下我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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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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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印來到這裡啊… 是啊… 是呀… 難道韓姬來了萬安寺? 糟了… 嘶… 陸先生在哪裡啊? 陸先生… 陸先生… 你應他吧 陸先生… 因為我是馬的 沒有了 什麼事? 喔… 王府有位姬人被戴徒劫走 戴徒的腳印來到萬安寺 是嗎? 是啊… 那你們還不分頭去找? 是… 是… 我們四處走啊 是… 他們走了嗎? 以前你說怎麼樣? 你放心 萬安寺有個地方很好 可以暫時收藏韓姬 過了一兩天 外面查得沒那麼緊 你再帶他走也不遲 除非收藏在你的房間 收藏在我的房間? 嗯… 我未必不會動心的 陸先生… 你不會喝醋 我… 我… 那你說收去哪裡呢? 嗯… 有辦法… 收藏在塔頂吧 塔頂? 沒錯… 而且守著這座塔的總管 又是你徒弟烏黃阿土 是呀… 好主義 那裡是最沒人思議的地方 沒錯 趁如今外面沒有人 事不宜遲 立刻動手 好… 那他… 我剛才點了他的雅月 如今用包袱包著他就行了 好… 用手吧 來… 行嗎? 好…就行了… 來… 好… 怎麼樣? 你可以揹著他去的 我揹? 好… 信我不過嗎? 好… 為人為到底 送佛送到世 我苦頭堂 再替你做一次胡花是者 那你先行先把風 好… 如果有人阻攔殘民就殺了他 好… 好… 我先行… 來… 好… 好… 旭先生 由現在開始 我不再說話 一切由你應付 嗯… 咦? 你徒弟阿普守住塔底 是啊… 好… 是 啊… 啊… 師父, 你老人家今天慶祭那麼好, 上塔上看看 是呀 郡主出來了 參觀郡主 對了, 虎大師, 我剛剛想找你 一會兒你陪我去一個地方 你背著的是什麼? 陸先生, 虎大師背著什麼? 是虎大師的鋪蓋 鋪蓋? 虎大師背著鋪蓋幹什麼? 虎大師, 你是不是嫌我太蠢 不肯收我這個徒弟, 所以要帶鋪蓋走? 是這樣的, 昨晚魔教那幾個魔頭來過 屬下怕他們會再來 屬下師兄弟和虎大師決定住在高塔 親自把手, 以免不做郡主的大事 好, 我本來想請陸先生和學先生來親自鎮守 現在加上虎大師, 那就更加好 虎大師, 交鋪蓋給他們, 然後跟我來 是呀, 師父, 等我幫你拿鋪蓋 不用, 不用, 不用 是虎大師的鋪蓋 為師要討好他 我拿得了 虎大師, 我在塔等你 你呀, 虎大師 虎大師, 我們去看看張無忌的小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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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寶大師, 你在外面喝酒吧 是呀, 寶大師, 你在外面喝酒吧 是呀, 她是啞的, 她不會騷擾我們 是呀, 寶大師, 你在外面喝酒吧 趙姑娘, 你只是讓我來酒家喝酒 張公子, 這些酒沒有毒的, 放心喝吧 姑娘召我來, 不知道有何見教呢 張公子,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我只是想跟你說這件事 我爹就是當朝執掌兵馬大權的羽羊王 我是蒙古人, 真名叫敏敏特木耳 皇上封我叫兆敏郡主 而兆敏這兩個字, 是我自己改的漢名 看你的表情, 好像早就知道 你不覺得意外嗎 我怎麼會知道呢 不過, 以你一個這麼年輕的姑娘 能夠號令這麼多武林高手 那你的身份一定非比尋常 張公子, 我問你一句了 請你老實回答我 假如我殺了你那位周姑娘 你會怎麼樣 周姑娘有沒有得罪你 無緣無故為何要殺他 有些人我不歡喜的, 我就要殺 難道我一定要得罪我, 我才能殺 有些人不斷地得罪我 我就偏偏不殺 像你, 你還得罪得我不夠嗎 趙姑娘, 我得罪你實在迫於無奈 不過, 你贈藥救了我三師伯和六師叔 我很感激你 你這個人真是有三分傻氣 余代岩和恩尼亭都是被我的暴叔打傷的 你不恨我還感激我 我三師伯受傷已經有二十年 那時候你還沒出生 他們是我爹的暴叔 也就是我的暴叔 那有什麼分別呢 張公子, 你不要解釋我的話 我是問你, 如果我殺了你的周姑娘 你會對我怎麼樣 是不是要殺了我來替他報仇 我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你不想說吧 我爹和娘都是被人逼死的 逼死我父母的 是少林派, 華山派, 空洞派這麼多人 到我大了之後, 就比較明白很多事 但是, 就越來越不明白 到底是誰害死我父母 誰有份逼死你父母的就是誰 譬如說, 空志大師, 鐵琴先生 我外公, 舅父 甚至你的手下阿姨阿三 圓冥已佬他們 其實也不能賴殺他們 其中的陰差陽錯 有很多地方, 我想不明白 就算他們真的是兇手 我殺了他們, 那又有什麼用呢 我父母永遠不會再回生了 但是, 可以跟他們報仇 是呀 照顧了 這幾天, 我經常都這樣想 假如大家不殺人 和和氣氣, 親親愛愛地做朋友 你說多好呢 我不想報仇殺人 也不想人家殺人, 害人 張公子, 這是你心底人厚 倒轉是我, 我就做不到了 如果誰害死我爹和大哥 我不單止殺他滿門 連他的親戚朋友 凡是他認識的人 我都會殺光他們 那我一定會阻止你 為甚麼 你, 你幫我的仇人 你殺一個人, 自己多一份罪孽 但是被你殺了的人 他的父母子女, 兄弟妻子 會多傷心, 多難受 趙姑娘 你自己日後想回家 良心一定會不安樂 我兒父殺了不少人 雖然他不說 但是他很後悔 姑... 趙姑娘 你有沒有殺過人 現在還沒殺過 將來我年紀大些 我要殺很多人 我的祖先 是成吉思汗大帝 是拖雷, 拔刀, 玉烈烏 忽必烈這些英雄 我只恨自己是個女人 如果我是男人 我就要轟轟烈烈地做一番大事 張公子 我剛才問你的話 你還沒回答我 呃... 你如果殺了周姑娘 殺了我手下任何一個弟兄 我就不再當你是朋友 永遠都不再見你 見到面, 我都不理你了 你現在當我是你的朋友嗎 如果我是恨你的 我也不會和你一起喝酒 我覺得... 要恨一個人真是難 我生平最恨的人 是那個混言匹力長成群 但是他死了 我又有點可憐他 希望他沒有死 如果我明天死了 你的心會怎麼想 你的心一定會說 謝天謝地 我這個刁鑽兇惡的大對頭死了 以後就沒那麼多麻煩了 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想你死 偉福王這樣嚇你 說要在你面上畫幾刀 事後我想起都替你擔心 趙姑娘 你不要再跟我們為難了 你放回六大派的高手 大家歡歡喜喜 做個朋友豈不是更好 好 我本來就是這樣想的 張公子 你是明教之主 一言九鼎 你去跟他們說 要大家歸韓朝廷 讓我爹奏明聖上 每個人都有封賞 那我辦不到 我們漢人都有個心願 要你們蒙古人 退出漢人的地方 你... 你竟然敢說這些犯常作亂的話 你只是公然反叛 我本來就是反叛 你現在才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 不過要聽你親口說 我才肯相信 趙姑娘 很晚了 我送你回去 你連陪我坐一會兒都不願意 不是 如果你喜歡在這裡喝酒 我就陪你去 有時候 我自己在想 如果我不是蒙古人 又不是什麼郡主 好像周姑娘 是個平民的漢人 你或者會對我好些 我... 張公子 你說我漂亮 還是周姑娘漂亮 當然是你漂亮 你喜不喜歡時時見到我 如果我時時請你來這裡喝酒 你來不來 我... 我過幾天就要南下了 你去南方做什麼 唉... 我不說你也猜到的 你答應過我 為我做三件事 現在我想到第一件了 那你說 我會盡力去做的 我要你陪我去拿那把屠龍刀 拿屠龍刀? 江財一節 倚天屠龍記第五十七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 吳偉榮編導 金融原著 林普改編 毀約翰錄音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馬虎監製 他走到這次 不叫王順 快點 他走到最後 你快點 起訴